他是空的 或者是很容易 我想看一下怎麼說 哈囉大家好 我是方療師高跟鞋馬跡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部分是我困擾了我很多個月 那我相信這陣子大家應該都有這樣的感覺 就是氣管一直渴了一直渴 尤其是做教育者 或者你是需要用喉嚨講話的人 再加上最近的時間 以及這個時間 春夏 sorry 夏天到秋天的這個狀 這個時間點 以及我們早晚文才也變淡了 我相信你的喉嚨氣管 他的敏感度也增加了 那今天呢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上次我們有講到口罩 如何使用藉油 更加防疫 那今天我們就要用精油 搭配我們的滾珠瓶 以及按摩油 如何隨身 隨時隨地的來幫助你的喉嚨緩解 以及抵抗外來的一些灰塵 或者是一些 air pollution 狀況 好 好 事不宜遲我們今天來介紹 你要準備的是 小的滾珠瓶 然後一個玻璃 玻璃兩杯 然後還有你想要的淡放精油 那我今天介紹有9支淡放精油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保護你的氣管 那另外我還準備了一個基礎乳液 因為有時候你可能沐浴後 或者你早上出門前 你可以在家隨時用 乳液加你的淡放精油 調和 一樣可以保養你的前胸 甚至你的支氣管 好 進入介紹的淡放精油 我選的淡放精油有 綠花白天成 然後火手乾 以及檸檬 第二類呢有 迷迭香 然後薰衣草跟月桂 第三類有到 搭牆雪松 絲薄 以及松木 那我喜歡是9個 9個精油一起加入 另外不要忘了 精油有Syntedry 有血統座右 那這個血統座右的簡單來講 就是團結力量大囉 精油選配的越多 它的功效呢 就會更明顯 好 那 其中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綠花白天成 是這個季節必要的 包含你的 止氣管過敏 或者你鼻子本身 就比較弱 很容易造成 很容易因為環境 很容易因為灰塵 很容易氣候變遷而影響的 你一定要拿到綠花白天成 以及呢 薰衣草跟月桂 月桂呢 是強化你的止氣管裡面的一個 防禦能力 那薰衣草是 它有非常多的質類 那質類有個很重要的一件事 可以鎮定 所以薰衣草 雖然它會讓你整個count down 但是我想 在這個配方裡面 搭配的薰衣草 它可以提升 以及加強你的防禦跟免疫系統 那不外乎 松科跟薄科類的精油 一定是可以幫助你整體的 循環更加 那我們就來調配一下精油 把我們先預先準備了10ml的滾珠瓶 裡面已經先預加好的按摩油 基礎植物按摩油 那我們要總共調和的低數總共是10ml 基礎低量20x0.06 我在預計6% 所以總共呢 你要加入12滴的精油 那我今天選了9種精油 所以就平均分擔一下 OK 那我們就開始囉 你可以直接激造你的按摩補助瓶 亦或是可以用小小的乾淨的玻璃杯 好的那我們就開始囉 那我們首先就是收木兩滴 好 然後絲薄一滴 稍微要等它一下 因為它要傾斜45度之後呢 就可以滴出來 月桂兩滴 那像我最近氣管咳嗽的頻率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我在薰衣掃的選用上面呢 我會比例加的比較多 我要加4滴 OK 然後迷迭香一滴 因為我可能要再去工作場域 所以我想要讓我的頭腦保持清新 接著不要亂我說很重要的綠花白千層 我要加3滴 然後佛手乾 我們還是要做 佛手乾裡面有豐富的單鐵錫 所以單鐵錫 對我們身體的整個修護跟免費 都有大大的幫助 所以我要加它3滴 OK 那這時候呢 你可以加一點檸檬 也可以不加檸檬 OK 那我來選擇用的低檸檬 好 完成了今天的調配之後呢 輕輕的搖晃 它就可以混合而成 然後再倒入到你的 準備好的骨珠瓶 現在我們就完成了第一瓶 骨珠瓶的調配 我們把它的塞蓋板放進去 完成之後 你可以均勻的搖晃 這時候呢 你可以隨時隨地的 在你的太陽穴的部分 以及氣管的兩側 甚至在鎖骨下黃這裡幫你的V型 都可以拿去做簡單的塗抹 然後隨時隨地 你可以大概3到4小時就塗抹一次 那記得使用這種高濃度6%的 巧合混珠油 建議大家多喝水 然後讓自己保持空氣暢通 那我們就完成了我們的 混合混珠瓶 那你就可以水深攜帶 給自己幫助一下你的吃氣管 那另外一個呢 我們可以再來做一下乳液的部分 那我選用的是無添加的基礎物液 也就是說呢 它不會有什麼香料 氣味或功能性的基礎物液 然後呢 你一樣可以 我們今天來調大概10ml好不好 1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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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點多 可以 這是另外一個方式 不一定要油 有些人就是不喜歡油感那麼重 而且我們到現在 目前的天氣還是蠻潮濕的 所以有些人要選擇乳液也是沒有問題的喔 一樣我們也可以來調和 這次我選擇是大西洋菊松 我喜歡這些味道 我選擇兩滴 好 我選擇兩滴 然後一樣我選擇松木 一滴 然後 如果是呢 你想要加強防疫或你本身就有氣管過敏的人 熏潮不要忘了 然後一樣我也把它加到四滴 然後這次呢我想要加檸檬 不要忘了 所以其實這個調和動作非常地緩 在家隨時你用完都會有 那我建議大家在調配的時候不要一次這個調配很大便 這個容量都小小的 用完你再調和我覺得它是最新鮮的 那我們就完成了乳液版本的調和 那因為精油呢它的本質是不清水也不清油 所以我們必須要來幫它一下 做一個攪拌的動作 通常我都會攪拌在乳液身上 在乳液的時候 直接沐浴後你就可以把這些乳液 直接按摩在你的前胸跟你的後背 其實它是非常好的 調和完之後自己吸袖一些 感覺真的很好 而且你聞下去的時候你的整個鼻毛啊 支氣管啊跟那些血毛 它都被受保護一樣 那你會發現你咳嗽的頻率會慢慢慢慢的綁起來 好了 今天就完成了我們今天兩個小作品 希望你會喜歡我們今天的分享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追起我們的instagram、facebook 下次再見囉 掰掰